3.台灣《蘋果日報》 台股基金抵押借錢明年放行金融業兆源額到可入股保險業銀彈最豐厚 2015年7月15日熱門話題 B.3擴大規模廖佩君 廖佩君台北報導 金管會加速推動台股揚升方案 作宣布明年元旦起投資人手上台股基金、櫃台買賣的黃金現貨等 可向勸商抵押借錢、再買股、買基金 不但有助娛樂台股、更可擴大基金規模 金管會主委曾明中說 六股和希臘事件書解後 若短期內沒有重大國際金融利空事件 台股會慢慢回到珍貴 且若金融業認為目前是好時機 要進場買股樂觀其成 據統計、銀行、證券、保險業之小手握上少元額度 可投入股市 二大措施元旦上路 據金管會到五月底調查 三大業別中 以保險業可投入股市銀彈最豐厚 以保險業可運用資金35%股算 保險業患有五少元可入市 銀行業約4680億元銀彈空間 證券業也有上千億元之譜 曾領悉失蹤作絕 今年上半年常市貴公司營收13.9兆元 年成長1.6% 雖成長速度減緩 但沒有如出口衰退的大幅度沒有為到那裡去 他也認為金融業今年有機會賺五千億元 與去年相當,經濟成長有機會保百分之三 金管會今年二月宣布啟動股市揚升計劃 目前股市揚升計劃中尚未上路有二大項 為提震台股兩能 金管會作宣布,2016年元旦起二大項措施上路 這二大項措施,一時放寬勸商辦理款項者太業務 包括擴大融通標的,只可投資標的,及擔保品範圍 投資人物錢投資,可拿擔保品向勸箱抵押,借錢投資 其中擔保品範圍,從目前股票、公債 再擴大到台股基金、黃金現貨、融通標的,只可投資標的 也從上市規劃融資券股票,再擴增到所有上市規股票 台股基金、黃金現貨、投資操作更加靈活 此舉對投資人來說,將有更多投資操作管道 投資人買了台股基金,缺錢時,除了贖匯,還可以拿來向勸箱抵押借錢 投資操作更加靈活 正其局官員說,若是一次和勸箱借錢借半年借,稱半年刑 融通標的還增加公開申求股票和競價拍賣股票 且台股基金不限平台基金,這包括了投信發行的240多檔台股基金均可 也就事說,投資人可拿基金、股票抵押借錢,再買基金和股票 二時開放勸箱可向客戶借券,等於開放商向借券,此舉可增勸箱勸完 勸完充足後,有座現股當充交易更活絡 正其局副局長黃詠心說,目前勸箱只能單向將勸借給客戶 未來商向打通後,客戶可把勸借給勸箱,勸箱間的勸也可借來借去 對客戶來說,把閒置勸,出借給勸箱,可以賺取借勸費用 目前借勸費率約年率百分之二至三 一定是消費地務簽 本 Vietnam 文 Katie 感谢观看